那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序列到序列的一个网络架构 在这个中间啊就是我们的一些RN的网络 比如说啊我们来看就是我们现在的左边 左边啊现在呃 权当于是我来了一封邮件 然后呢我要对这个邮件进行了一个回复 左边啊就是我说了一句话啊 Are you free tomorrow 啊然后回复说yes what's up 这里呢我们来看就是前面什么东西啊 前面是四个字符吧 那我要对四个字符进行一个编码的过程 在这四个字符里边分别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里边都是一个LSTM的一个网络单元吧 也就是说呢整个我们是用一个RN架构 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编码的 那最后呢最后我们去解码吧 解码怎么解啊 我们来看在这块编码完之后啊 我形成了一个向量吧 那解码的输入什么 解码的输入不就是这个向量吗 由这个向量我一步一步的去解 第一步啊我输出一个单词是yes 第二步呢我是一个what 第三步呢是一个up 这样组合在一起 我就得出来了最终的一个结果的值了吧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输数据和输出数据的一个要求 再来说一下 输数据是什么 首先呢输数据就是我们 整个的一个序列这句话吧 那咱们在进行一个建模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Decoder这个端啊 Decoder这块它只要帮我们编成一个向量就行了 但是在Decoder这块我们需要把向量进行一个解码 那其实啊咱们在训练当中啊是这么做的 可能啊大家认为就是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 只要我把这样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咱们的label是吧 这就是我的label这是我的一个输入码 这些话一定是咱们先能达到手的才能训练好这样一个网络模型 那其实呢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中间限量拿过来之后啊 第一次我们预测的结果正常说是一个yes吧 好像说你当前的输入是这个向 就是好像说你当前输入是这个向量 然后它出现一个yes 其实啊它并不是这么做的 输入啊不光有你中间的一个向量 我们在这块还是有一个真实值yes 这块是一个what 这块是一个up 这块是一个中指的标志符 也就是说在咱们训练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把训练端啊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训练要用的 一部分是我测试要用的 训练的时候啊就是每一次在往里输的时候 我不光会把咱们中间的一个结果 像我们这是中间的一个向量结果 还有每部的单部的一个中间结果吧 不光要把它们输进来 然后呢在我们的输入属于底层啊 这块好像说是有一个连线的 那其实我们在进行一个建模的时候 为了使得啊模型建得更准确一些 我们实际就是拿这个label值来往里进行输入的 就是说比如说第二波 我输入就是一个what和前面的一个结果 输出呢就让它是得到这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说 我在我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啊 我的decoder这块 我需要把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target的数据和我的label数据啊 给它指定成一致的啊 就是说加上这样一个label 强制我们预测就是我们这句话 这样呢会使得啊 你预测出来的结果是更准确一些的 那测试的时候怎么办 你要测试的时候 你随便跟他说一句话吧 随便跟你说一句话 咱们就没label了吧 那测试的时候怎么办呢 咱们就没有底面在下面这个输入了 咱们下面输入怎么来的 咱们下面这个输入完全就是 是由我的一个前面的一个结果来的 我们来看 这是前面的结果 咱们就没有label了吧 直接输过来 第二第三步的结果呢 由第二步直接输过来 第四步的结果呢 由第三步直接输过来 每一次啊 都是由前面进行一个直接的输入的 这个网络模型啊 其实来说啊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就咱们这样一个编码的部分 和解码的部分来组成了 那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么看起来 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吧 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 它表达的效果真的可以吗 可以拿它做这样一个聊天的机器人吗 其实啊 我是有这样一个愿望 就是可以打造出来一款 比较有意思的聊天机器人 像是微然小兵士啊 我跟他说一句话 他也能跟我说一句话 但是啊 就是这个东西啊 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的一个数据很难去获取 我现在啊 就是铺天遍地的 想去找这样一个对话的数据 但是啊 这个对话数据确实很难找 如果说你自己不写怕愁啊 你去找这个数据有点难啊 想找这个非常好的对话数据啊 还得花一些资本啊出去 然后现在网上其实是有卖现成的 但是这个价格比较高 我还没有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咱们之后啊 是后面有两个实验 一个是做一个这种排序 非常简单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呢 咱们做一个文本摘要的一个东西 那下面啊 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关于啊 咱们这样一个序列到序列的一个网络架构啊 它都能去做什么呢 有什么应用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一个应用当中啊 最主要的也是 不能说最主要的吧 当下最热门的就是这个机器翻译 谷歌啊 刚才说过了 给大家吹了半天 谷歌机器翻译啊 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翻译的水准了 也是一个到达很高的一个商业水平了 谷歌的翻译里边就是 它会进行一个目标语言自动检测 然后翻译员也会进行一个自动检测 那我们的输入 假如说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序列吧 这个序列 它就是由我们的这样一个整体的ecoder 和这样decoder模型来组成的 这样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网络架构 我们就可以输出来 它到目标语言应该翻译什么是最恰当的 那咱们之前说统计学那个模型啊 为什么有问题 因为它没有这样一个上下文的信息吧 但是呢 我们现在啊 来看我们这个decoder和这个decoder里边 这两个里边啊 里边什么 LSTM吧 LSTM本身的一个特性是什么 它会记住一些前面的信息吧 比如说第一个词 第二个词 我们来看第二词输进来的时候 前面还要把我第一个词的一些中间结果传进来吧 以后面呢 都要把我前面的一个中间结果 再后面还要把我前面的一个中间结果传进来吧 也就是说啊 我在我编码的过程当中是说啊 我是综合利用了前面所有的一个信息吧 这是啊 这是我的前面的一步 我会把所有东西都加进来 所以说 它会啊 整体考虑到你这句话啊 它的一个整体给你进行一个编码的 然后呢 在解码的过程当中啊 解码的时候是不是说 我们也是一步一步去解啊 即便我第一步解除单词是yes 那下面就是说yes是不是还会往下传呢 yes信息还会去往下传 第二次呢 然后呢 再往下传吧 第三个单词up 也就是说啊 这个up会综合考虑前面yes和wards的一个中间结果吧 所以说呢 咱们这样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往下传 它其实是会帮我们考虑啊 一个整体的一个上下门的信息 那这个不就正符合我们某些方面的一个应用吗 在记忆翻译上 我们是不是说 要最好是说你能够整体翻译 别给我逐字经翻译啊 逐字经翻译的时候 看起来要听不懂是吧 但是呢 整体翻译它会使得你的一个文本啊 是更恰当一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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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